大家好,我们制作的这个无电弹力STS辅助装置 可以帮助双腿无力的人轻松站立 像是老人家或者是腿受伤的人 他们要起身时都必须使用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够起身 但是使用了我们的这个无电弹力STS辅助装置 就可以轻松的起身了 目前正在研究的阶段 所以制作出了这个2比3的模型来做测试 希望未来能够做出1比1的模型 并使用在人体的身上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呢 这是比较传统式的辅助器具 像这种既笨重又只能做支撑 而且还要耗费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够行走的 还有像这种就是只能固定的来行走 也是比较笨重而且又容易滑落的 但是像选用我们的这个无电弹力STS辅助装置的 能够轻松的将弹性胃能转换成胃能 以及将胃能转换成胃性胃能 就可以轻松的起立了 会做这个无电弹力STS辅助装置 是因为台湾现在慢慢的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会有越来越多行动不便的老人 以及腿受伤的人 如果是如果是会拐杖起身 可能会因为力量不够 所以造成第二次的伤害 所以我们使用了 我们舍弃了这笨重的设计理念 采用了轻巧而且便利 也不用耗费多余的电力 多余的电力 来制作了我们的这个无电弹力STS辅助装置 以上就是我们的无电弹力STS辅助装置的介绍 谢谢大家